到底台中港105號碼頭的招標案是什麼時候招標的 從去年招標到今年決標 這個過程當中 台中二選區的立法委員是哪一位 陳柏惟 好 是不是嚴寬恆 不是 是陳柏惟 確定 確定 好 這個問題問完了 這個問題問完了 你們可以先請回 好 謝謝 所以部長 不要有任何的遐想空間 事實只有一個 好不好 尤其關係到所有公務人員的士氣跟清白 一定要 部長 你要先把你的肩膀挺直 你下面的這些公務人員 才能夠捍衛他們的工作錢跟清白 是 不需要請教一下 我們現在港公司啊 在全面活化到現在為止 請問一下我們現在花蓮港啊 這個 部長 我們現在花蓮港三大區域活化比例 我們的公公油氣區27公頃 目前活化了多少 40幾公里 來 那個 是不是請董事長 來 跟委員報告一下 花蓮港 花蓮港 目前有招募六七家 沉住花蓮港的土地 那 現在活化的話 總共56% 就是等於說 可招 招商的面積95 那目前已經招商出去 53公頃 那活化56% 等級再請教的是 你們分三個區域嘛 一個是 觀光油氣區 一個是 廠站設施 第三個是物流嘛 那我們請教一下 現在觀光油氣區 它的面積是27.5公頃 我們現在活化了多少面積 報告委員 那個現在目前活化的比例 大概只有19% 對 好 本席現在不是要來責怪你 好 花蓮就是一個觀光線 觀光大線 台灣 東台灣的門戶 就因為有了花蓮港 跟花蓮機場 讓花蓮 對外的觀光 有更大的 這樣的一個通路跟便利 那現在我們整體啊 觀光油氣區的部分 27.55公頃 只活化了5.28公頃 活化率不到20% 這麼多年了 那個請問一下喔 部長 部長 亦或是港公司回答也可以 我們碰到什麼樣的困難 那報告委員 那因為我們現在面臨到一個都市計畫的話 港府用地要變成港府專用區的一個部分 那也積極在招商啦 那包括 現在 因為 我們來講 在 也招商了 剛才 有報告說總共有67家 然後包括 包括風師爺啦 或者是說 我們1到4號中間的轉型 沒有關係啦 然後現在目前 那個 董事長 我們這樣說啦 部長 如果地方 這個 因為港公司啊 他現在要整體 這個經濟活化 如果長期自愛難行 部長應該要伸出援手 來給他們做協助 要地方政府怎麼配合 這個部長都應該要出面 要怎麼樣讓這整個區活化起來 抑或是授權 這個港公司能夠更大的 更大的這個自主權 能夠放寬他對外招商的條件 好 這樣子是不是 讓這個所有的地方都能夠盡速的到位 好不好 盡速到位了 對公務員也是一種榮譽 他每天工作的話 有這麼多招商進來 為地方增加產值 為港公司也增加收入 這個都是好事情 好不好 好 那個我想說一個 像花蓮港 或是一個港區的開發 除了港公司以外 地方政府 包括招商 要需要怎麼樣的土地 我想這部分要密切來 來合作 對 我想是不是部長 你有空的話 也來關心一下 好 要怎麼樣協助啊 讓 因為不同的地區的港公司 是 他所面對的條件都不一樣 了解 好 因為他的條件都不一樣 活化的程度自然也都不同 所以啊 要因地制宜 授權地方 各地的港公司 有更多的活化的這樣的一個 他本身的一個 一個自主權 跟他的裁量權 來董事長 你說有細節 你跟委員報告一下 那個 我們今年的9月23號 跟那個 縣政武這邊有成立港式平台 一些會議 那隨時都可以召開 那大概12月的時候會簽MOU 那配合我們說海生館 整個 那個要興建的話 我們也跟縣武這邊的 都計畫 我們大概都是陸續在談 我們希望 能夠 可以招商引諜 那另外在我們港區的13號到16號的話 我們目前正在也在招商動 那位董事長 本席是樂觀其成 本席現在是擔心就是 有一些地方 因為各港區的 條件人口各有 尤其不同 所以呢 本席是希望部長 能夠啊 因地制宜 能夠給地方更多的 你的兵將在外面 要給他更多的自主權 讓他能夠啊 符合他 最便利招商的方式 把這些啊 相關的這些企業廠商 能夠把他招進來 這沒問題 因為我覺得 因地制宜 他們對當地最清楚 是 然後整個港區活化的部分 我覺得 這個 部長 包括地方政府合作 相關的這些地幕等等 我覺得這個 大家都可以全面來合作 沒有問題 但是部長要放開胸懷 要趕快的下去進行 好 好不好 好 那另外就是那個 我們鐵道局 是不是啊 這個 這個 局長 我們長期一直在 這個對於鐵路局啊 相關的這個管理失能啊 當然現在主要的一些 比較大型的這些鐵道的建設 是由鐵道局來負責 那未來營運的部分 還是由這個鐵路局在負責 你們負責監管嘛 是 那本系像是這樣覺得 就是說 我們上次以前 我在這邊有討論過 在最近的時間啊 要請這個鐵路局鐵道局 由部長啊 做一個統一在委員會 做個清楚的這個權責 把它劃分清楚 好 不然的話 那從2018年 大家看看 普悠馬到2021年 這個鐵路局事件 到現在 部長 不是用震怒來形容 問題怎麼解決 一天到晚震怒 不能解決問題 這個管理失能本系在這裡講了 多少次 好 大家搭乘高鐵 都可以相信它的準點率 嗯 但是沒有人相信台鐵的準點 所以這個 這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問題啊 本系一直在強調 我們不是三流的國家 但是我們現在管理制度 不管是說 它超過了年限 還是接近年限 突然起火冒煙什麼什麼什麼 部長啊 這是基本上管理就是有問題嘛 是 改革 所以啊 改革 所以要怎麼改革 不要去 這根本就不能怪基層的同仁 一家公司的好壞 你要去管 你要去怪工廠裡的工人嗎 還是你管理階層 你的廠長是怎麼樣的 怎麼樣的管理方式 你的總公司的董事長 總經理 是怎麼樣在做相關的義務管理 全部都要檢討啦 對不對 你上行下校嘛 你上面都 你上面本身就無心的話 下面的人怎麼會認真做呢 部長啊 本席在這裡啊 要跟你分享一下 我相信啊 公司生涯你也做了一段相當的時間 本席到立法院前後超過20年 部長啊 淨花水月啊 換來換去啊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 在部長您的任內 把這個乘客能夠解決 能夠訂定一個最好的一個管理的方式 以及所有人該負責的 明確 把它訂定出來 本來就這樣 這樣子的話 我相信部長未來 你離開交通部的時候 是往上走 不是往下走 但是大家一直都沒有 好好把心定下來 我想部長今天啊 本席語重心長又在講 這鐵路局的問題再不解決 好 對國人 對台鐵 對交通部的形象 都是很大的傷害 是 改革是一個 過程 的確齁 有一些這個 問題也一直在湧現 我們也在處理啦 找到的問題 那我想這部分我會盡全力來做 整個台鐵的改革 整個部分我們就 好 謝謝部長 部長我們會支持你啦 但是請你把 具體的辦法跟措施拿出來 謝謝